Andy 謝謝大家 喔 那個 人哥比較沒有健全 不好意思 跟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波亞親節講堂的Andy 很高興認識大家也 非常謝謝善根還有焦點 還有所有的工作夥伴給波亞親節講堂 以及我們大家這樣好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跟介紹我們的計畫 那我知道上半場大家也聽了 許許多多關於這個教育的 那為什麼教育會那麼多人分享 就是台灣教育真的問題有點大 那大家做的地方其實是 比較不一樣的像波亞親節講堂 其實我們是一個專門 針對大學生的波亞教育 人文教育來做努力的一個 應該算是公益團體 因為我們還不是一個組織 我們是一個公益團體 我們每一年都會 提供完整一年的波亞教育 的培訓 然後收大概30位 學生收大概30位 學生但會經過一些選擇 我們最主要呢 我們收三種學生 因為大家一定會問說 那你收那麼少 到底誰可以來 我們說我們收三種學生 第一種呢 是需要的人 什麼叫需要的人呢 像我們有一位夥伴 他從中正大學來 為什麼他從中正大學來呢 因為他知道在南部比較少 這樣子額外的教育資源跟機會 當然像交點這樣的聚會也比較少 交點台北的這個平凡知識書 因為大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北 所以要把這個觸手啊 網路升到中南部比較困難 所以說我們第一個找需要的人 要是他來自於中南部 我們也會優先的收他 第二位呢 我們找誰 我們找想要的人 譬如說 動機是交不來的有沒有 我真的很想要的時候 就自然會去找那個女生告白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就是自然會跟他見面啊 想盡辦法 所以要是你這樣真的很想學 我們就會覺得 嗯 這個人應該要好好教他 第三個是 該要的人 像這邊都是該要的人 沒有沒有 就是 像我們的夥伴啊 有一大群人是 有時候 他或許他的履歷光鮮亮麗 或者是怎麼樣 但他的影響力比較大 譬如說 大家會不會希望 我們今天選市長的時候 選出一個好市長 雖然說往往都選出一個笨市長 或是壞市長 但是 我們希望選出一個好市長 要是他今天 最後 現在是好市長對不對 台北市是好市長 好 剛才選這個好市長 所以大家想選出來了 OK 我們在選的時候 希望他是個 要是他有影響力的話對不對 要是他是個好人的話 他就會散布出去有更多的影響力 譬如說他是個醫生 或是個好醫生 是個老師 或是個好老師 所以我們第三個選的是 好的人 該有影響力的人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那我們教什麼呢 我們最主要教四個領域 第一個叫做 東西文化 簡單來說 我們以前在念歷史的時候啊 就是你知道嗎 十倍過去 譬如說1492年發生什麼事情 1776年發生什麼事情 1789年發生什麼事情 1894年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背下來之後 一題兩分 總共八分 好 答對幾題 答錯幾題 就知道你是個建宗的學生 還是四大附中的學生 還是台大學生 還是政大學生 一次分下來 到此結束 這就是你的讀書 再也不要講 我們不是這樣子跟大家討論的 我們每一次上課呢 都會跟大家事前預習 事後復習 還有討論 討論什麼呢 譬如說在那個時代 大家都是吃麵包 所以那個時代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大家知道膽固醇很不好嘛 對不對 可是那為什麼人會覺得膽固醇特別好吃 譬如說冰淇淋是膽固醇 蟹黃是膽固醇 蝦膏是膽固醇 原來是因為古時候的人類都吃不飽 所以膽固醇是一種很好的脂肪 它是一種脂肪的心態太棒了 脂肪蛋白質是我們的最愛 它可以燃燒成熱量 一樣的意思 歷史可以告訴我們世界 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所以我們用討論的方式 來進行這樣的課程 同時呢 國際視野 台灣最缺乏的就是這個了 台灣作為一個小島 常常固步之風 然後東怕一下西怕一下 可是我們沒有腹地沒有資源 非常缺乏跟國際之間的接軌 要是你看過FTA的話就知道 所有的FTA都繞過台灣 怎麼這麼巧 就台灣這個作為一個集散地的目的跟計劃 一直沒有實現 所以我們很需要國際視野 我深深的記得 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老師請假 他從正大請來一位非洲專家 姓岩的岩教授 很出名非洲專家 他問了我們全班的學生說 請問中華民國在非洲有幾個邦交國 來請舉手 三個 現在嗎 對 那我讀大學的時候 證明我比你老 真是遺憾 我讀大學的時候還有六個 然後誰講出來的 是一位法國的交換學生講出來 全場的中華民國國民都 請問你們能講出來有哪些名字呢 然後有交換過的 譬如說布基納法索 就是布基納法索 對不對 還是有讀書 學長還是有讀書的有沒有 我知道哪幾個 第一個講出來 又是那個法國留學生 全場沒有人知道 可是在非洲的這些夥伴們 他們在聯合國上面 從來沒有跑過票 他們非常支持台灣 可是台灣人卻不太支持他們 人文思考 這一次大家有沒有去反服貌 有些人注意到了嗎 我們是去反黑箱 不一定是去反服貌 服貌知不支持這件事情 取決於你的政策 你的立場 或是你的經濟局向是什麼 而不是決定於 我是男的 我是綠的 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跟我們的核能一樣 有沒有 我們不一定要從經濟來思考 可以從社會來思考 還是從環境來思考 人文思考能力 告訴我們傳統的商業利益之外 從社會學的角度 從經濟學的角度 從政治學的角度 有不一樣的角度來思考 那反黑箱的時候 他們反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程序正義嗎 什麼樣才是程序正義 所以我們也談了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學 人文 人類學等等的課程 最後也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自我覺察 我相信大家在走過了大學生的時候 或者是你現在還是大學生的話 一定會想過自己是誰 要去哪裡 該怎麼辦 這些事情都是我們在講堂的課程中 帶給大家的 那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看到自己 看到世界 以及透過自己跟世界相互印證的一個過程 講他 講了四堂 四個領域的課程 不外乎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是做選擇 這關系到什麼叫做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的英文叫做liber art 在中文他曾經教過自由義 是藝術的義 他最早是從古希臘流傳下來的 大家都聽過亞里斯多德嗎 因為我們最近的院長說 他是個亞里斯多德主義者 所以大家有忽然聽過 他以前教過我 不要這樣 我很支持他 他是老師的 所以我很支持他 當時我們說選擇 我們人生的時候會想說 譬如說我自己現在是個創業者 那講堂是我 額外的做了一個公益活動 也曾經有人 我相信大家也遇過 你要去哪一家公司上班 你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怎麼做選擇 你一旦選擇之後 你的選擇真的是有意義的嗎 假如你沒有其他的選項 我們看得清楚選項嗎 好比這是福茂好了 政府端出來的菜 或藍綠端出來的菜 真的是選項嗎 他有跟我們說清楚了嗎 怎麼樣選擇才是有意義的 很可惜的是在我們學校的教育裡面 只有告訴我們怎麼填答案 他告訴我們如何填答案 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找答案 更沒有告訴我們答案到底有幾種 我們只知道把這個答案貼上去 會拿到分數 這學校教育缺少告訴我們 到底人生有多少選擇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 這幾年來 譬如說去遊學打工 去外面交換 去看這個世界 為什麼變那麼重要 是因為在過去的教育體制下 過去從戰亂一直到穩定 台灣的發展體制下 我們缺乏太多的選擇 我們為了吃飽 所以只好先求穩定 那現在台灣開始出現選擇了 第二個是 自由 自由的根本來自於選擇 只有你做出真正的選擇 才求真正的自由 如說說了一句話 他說 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好比 我們都會說 我是下半場第一個獎的 我有選擇的自由嗎 有 譬如說拜託風哥 拜託不要讓我下半場第一個獎 然後我就說 就想說 我剛剛這麼熟 他都排了 我好意思講 雖然說我覺得排第一個很爽 我覺得蠻好的 你會覺得 是不是有人情壓力 是不是有 有些話你說不出來 好像現實之中 一直掐著你的脖子 工作是這樣子 家人是這樣子 生了小孩 養了狗之後 你可能不能出國玩 你的選擇真的對嗎 當初的選擇好嗎 你真的自由嗎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在博雅教育裡面 你不僅應該要有尋找的能力 什麼意思呢 要是你的語言能力好 你今天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國去 做你想做的事情 要是你的語言能力好 可以去找你想看的書 那是一種能力上的自由 另外一種自由 是心靈上的自由 要是你聽得盡別人 跟別人講話 你自然而然聽的故事多了 看的東西多了 能看到的世界會大一點 心靈上的自由 所以我們試著告訴大家 兩種自由 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 有了選擇 於是你有了自由 有了自由之後 你就不再只是生存 你才可以真正的生活 你開始會把每一分每一秒 去重視它 譬如說 大家聚在一起 禮拜日 累不累 累 想不想就叫想 可不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 可以 那為什麼大家在這邊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項東西 只會減少 不會增加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是時間 所以人跟人之間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關係 那份關係 並不是說 我送你給你 你送你給我那種關係 而是我們難得 有機會聚在一起 有機會彼此著想 當我們長到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發現好朋友不好交 我們發現革命夥伴找不到 我們發現原來家人 對我們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他們是真正在乎 我們存在的人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身在有一份 割捨不掉的關係 於是我們跟這些 有關係的人 願意花時間的人 花了時間之後 才有了生活 懂得選擇之後 你的心靈跟你的外在 都真正自由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的看見 我們遭遭流逝的時間 花到哪裡去了 好比大家今天願意來 有機會認識新朋友 甚至有機會 認識男女朋友 或者是認識楓哥 感謝楓哥多照顧 譬如說楓哥很支持我們講堂 一直以來都很支持我們講堂 也支持我們辦活動 我們私底下也是好朋友 會比如說 有一個好消息跟你講 你考慮一下怎麼樣 會彼此好康道相報 晚上相約一下 喝口酒聊一下 創業的乾苦談 那一些永遠不會回來的時間 是生活的基礎 我們期許 在講堂的每一位 包含了學生 志工夥伴們 學會了自由 因此做了選擇 做了選擇 因此學會自由之後 他們能真正知道生活是什麼 而不只是單純的賺錢 賺更多的錢 然後呢賺更多的更多的錢 再然後呢 然後就死了 還有真正知道 人活著的目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講完了我們講堂在幹嘛之後 還有五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勇敢的故事 這是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一下的 就是我們大家辦一個組織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挑夥伴 但講堂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組織 我相信有聽過我們 看過我們 像封會一直瞭解到 我們一開始是一個危機組織 就是充滿了危機 為什麼是這充滿危機呢 因為我們是從網路上開始召喚的 講堂的開始就是 我站上台跟大家說 我們來做一件改變教育的事情 這種話常常說嘛對不對 打開電視看醫電視 立法院就有人說要改變世界嘛 然後不然就是到學校去看創業社團 就很多學生說要改變世界 可是做的人不太多 我記得我講完之後啊 我開第一次會議 當初支持的20個人 來的10個人 撿了一半 又過了兩個禮拜 我們開了FB的社團 分配了一下工作 大家也知道在FB上面 分配工作等於沒有分配嘛對不對 所以啦 那時候作為創辦人要幹嘛呢 自己寫 我自己寫一份企劃書 然後召開了第二次的會議 又來了一半 還有五個人算不錯了 有沒有轉換率很高有沒有 切一半再切一半 25%算很厲害了 對對對 你看買網網沒有25%啊 又來了一半 然後我們又開始分配工作 在網路上很多事沒有保證的 剛開始有保證的是什麼 是你自己 假如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 你一定做得成 於是我到處去拜託我的前輩長官們 去拜託這些曾經照顧我的長輩們 我想說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開一個講堂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想拿東西 可是也會有很多人想要給東西 我相信只要有人願意聽 有人會願意無仇的來講 所以我很幸運地借到了一個教室 叫新北市身上協會 我們很感謝土理市長免費借給我們的教室 讓我們上課 也非常感謝這兩年來 有將近百位的教師來分享他的專業 有人講財經 有人講政治 有人講社會 有人講哲學 他們出去都是要給很多錢的 我很感謝大家願意一起支持做這件事情 講這一小段 不是告訴大家說 在網路上創業不容易 畢竟我們不在創業在做好事 再告訴大家說 只要你真的想做 你一定做得成 只是說台灣比較少 維基組織的例子 可能要先從自己開始 我們都習慣看一個模範才會去做 那假如你想做一件事情 第一個人當那個模範吧 而且我想告訴大家一個是 做好事其實沒有那麼難 我回首過來 相信風哥一開始也是 我們來辦一個焦點吧 讓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 我相信所有的好事發生的一開始 都只是一個念頭 只是個念頭 稍重即逝的念頭 它跟一般不一樣 你把它抓住 有一個下午你停下來 把東西寫出來 又有一個下午 你招了一些好朋友 或上網發出來說 我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做好事其實一點都不難 然後我們就 一路走來 然後有幸邀請到了王院長 那這次東海大學 博海書院的王院長 也會是我們未來協會的發起人 然後一路走到了第二屆 有很多的好夥伴加入 有很多的學生加入 那第二屆他們已經結業了 我們第三屆會在9月的時候上課 然後6月的時候開始招生 然後一路走到了現在 然後我們有一些mentor會加入我們 我們也在找未來的mentor 那除了學生之外呢 我們現在也有公開課 公開課 那就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四 是歡迎任何人來參加的 就是社會人士 任何人都可以來參加 那一樣我們會有課前 預習課 複習課中的討論 會用進行博雅教育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上課 那我們很幸運的是 也很謝謝以利剛跟我們合辦完一場 這個跟印度的國際視野的公開課 他邀請了一位印度的這個社會企業的創辦人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那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四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的五月六月七月都會有 你知道就是到年底都會有 然後最後是今年呢 為什麼是勇敢的一年 是因為我們今年呢 要開始籌辦我們內部的共識營 要是您願意加入當我們志工的話 或是您願意進入我們的考試圈 加入我們的mentor的話 都歡迎您一起來我們的共識營 一起去思考一下到底什麼是博雅教育 我們也試圖給學生更好的 我們開始籌備內部的東西 另外一個還有就是人文訓練課 未來我們也會推崗到 給社會人士上的博雅教育課程 同時呢 來內部服務的人 都必須上完這堂人文訓練課 包含了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學 人類學哲學 等等等等 所以不是太容易 不過相信大家學完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想法 因為我們博用傳統的教育方式 跟大家討論 那我們也很幸運的是 國防醫學院 東海大學 跟一些學校 開始找我們 幫他們舉辦營隊 或是幫他們舉辦一些策展的活動 讓他們的學生 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方式 他們還蠻需要的 看制服就知道 開玩笑啦 國防醫學院學生 這很棒的 OK 最後的最後 我們將在今年成立 布亞教育推廣協會 然後 要是您願意搭我們的發起人的話 等一下歡迎您來跟我們 交換一張名片 要是您願意支持我們的話 我們在開第一次的會員大會的時候 也歡迎您到場來為我們一起慶祝 那我們會舉辦一些小活動 歡迎您一起來 好嗎 那我們也在應徵志工 然後最後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 我寫小抄下來 對不對 太多故事要講 第一個事情是剛才講的 做好事真的沒那麼難 有時候就像您今天來的話是第一扇窗 然後把東西寫下來是第二步 甚至只是跟大家說 我們一起來做好事 就是第三步 像大家今天聚在一起也是 阿楓跟月亮兩個人 剛開始一個念頭 做好事真的沒那麼難 第二個是 就像我今天在上台一樣 分享是確認擁有的唯一方式 只有你講出來的時候 或做出來的時候 才知道你擁有哪些東西 最後呢 我們大家常常會在人生中找自己 有時候找了四十年 找了六十年 有些人只找了二十年 那為什麼有些人可以 比較快找到呢 是因為我們通過了分享 以人為盡 我們才可以知道自己的樣子 才可以知道原來我們自己是誰 所以祝福大家也 謝謝大家 未來願意參與我們博雅青年獎堂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天地 謝謝 謝謝O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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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